电信公司举办行动创作比赛已经迈入第14届了 今年的征券数量达到4.2万件 创下8年来新高 一共分为为电影、贴图创作、音乐还有文章4个组别 其中最大奖就是为电影的首奖 奖金有100万 评审团也是大咖云集 包含知名主持人黄子焦 作家侯文勇和吴若全 音乐人陈子宏以及导演杨丽舟 15号举行颁奖典礼 也邀请到许多嘉宾 到场颁奖 这个面有没有加辣也不是重点 但是我要的就是要有加辣的 还是我什么都不能说 每次都要吃有加辣的 先生你真的很荒谬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买有加辣的面啊 两人您一言我一语 把日常的紧张气氛发挥得淋漓尽致 短暖三分钟的为电影戏剧张力十足 这是电信业者举办的创作比赛 其中这部在为电影组别 获得首奖的殊荣 抱走100万大奖 这个行动创作奖的比赛已经迈入第十四届 今年以无趣无惧为主题 投稿借数将近4.2万 创下八年来新高 15号下午举办颁奖典礼比赛分成四个组别 包含讯息文学原创歌曲原创贴图及为电影组 今年不少作品都搭上时事和防疫有些相关 而评审团更是大咖云集 包含知名主持人黄紫焦 作家侯文勇和吴若荃 音乐人陈子红以及导演杨丽舟 我一向的标准都是说 这个贴图它如果不要太多文字 却可以让你看得懂 这才叫贴图嘛 不然就变作文了 其实是不得已 但是我们会希望用这个重缺 然后刺激明年的参赛者 给我们更多surprise 作品涵盖各个面向 也展现超越以往的生命力 记者富士涵李敏佳台北报道